那我今天要講的是Anomaly Detection 好那來大概講一下今天的Outline 今天會先讓大家回憶一下什麼是Anomaly Detection 然後再講一下比較經典的做法 然後前面三個是老師上課有提過的方法 然後後面三個老師可能講過名字 後面兩個老師講過名字但沒有仔細講的 我就講一下原理 然後用一個例子讓大家可以比較好感受他們 然後在下面是Anomaly Detection在圖片上的例子 然後我就介紹三種方法 然後最後一個是做在Audio上的 好那大家複習一下什麼是Anomaly 就是假設我們有Training Data 現在左邊這個是塔史漾跟白龍 他們其實是同一個人 好那右邊那個是小丸子的野口 可能這台阿西可能是髮型很像的人這樣 然後就左邊的人是一樣的 然後右邊的野口跟他們是不同的人 所以野口相對他們兩個來說是Anomaly 好然後下面那個是海報 左下角那兩個海報是 就是現實就是3D的海報這樣 然後右下角那是2D的小海報 就是相對3D海報來說 它就是Anomaly 大概就是這種這種概念 然後Anomaly的話 它現實上用法 假設就是用圖片來分的話 大家都可以看清楚 就是假設它可以拿來做 就是像門禁資料 像是什麼 這公司所有人的 所有的員工的照片 當作Train Data 然後假設一個路人 當作Anomaly這樣 就是如果被分成Anomaly 你就不能讓它進去 或是可能是信用卡資料 就是看有沒有人 有異常的行為或什麼的 大概就是它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應用 好然後來講一下 教經典的做法 一開始就借用老師 借用一下老師的投影片 就是在 第一個是用Classifier的 就是假設我們有一個 有一筆Data是XS 那我們把它過一個Classifier來分類之後 可能是 Image分 分它是什麼動物啊 或是什麼 一句話來分 就是它可能是 善意的或惡意的之類的 反正就只要可以用Classifier 分成很多Class 那Classifier在 經過最後一程的時候 可能會過一個Softmax 那 那些數字我們可以當成說 它認為 那個Data是這個Class的confidence 那通常來說 如果是它認識的Data的話 那 它信心最高的那個Class的分數會很高 那其他會偏低這樣 可是如果是它不認識的 像Anamity的話 那 可能全部都差不多 就只有一個高了一點點這樣 如果是這種分布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它是Anamity 那老師上課之後是舉 就是它可能用辛普 辛普森家族 券一個Classifier 那如果它看到兩公寸的話 然後在辛普森家族 假設它給Buds圖片 就是Buds的 信心就0.97就很高這樣 很確定你Buds 如果給兩公寸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是四個 種類它的信心分數都差不多 只有一個高了一點點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抓這個Anamity 就用這種方法來找 Anamity 這是第一個方法 然後第二個方法是GNN 就是Gaussian Mixer Model 那借用一下林桑老師的投影片 就是假設很多一維高選的話 可以就是可能這是一個高選 這是一個這樣 然後很多個這種藍色的高選 可以混成一個紅色的這樣的高選 就可以map出一維的分布這樣 然後二維的話可能就是 在很多 就可以map成兩個同心圓 或是一個妥球 或是什麼的 那如果在很高的維度的話 可能就是 某個N維空間的一個前面這樣 就可能是長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當我們有很多個 很多個很多維的高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它們的min 跟covariance matrix 來算出 就是 給定的那個KSR 它是在 這些 高選 產生出來的那個 這樣 然後在老師的 在洪一老師的影片裡面有講過 那我就 就放個圖 讓大家回憶一下 就不惜這樣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 像剛剛的classifier一樣 就是 它如果 model的信心很高 高於某個space hole的話 那我們就相信它是正常的 如果它不 它不認得這個東西的話 它可能就亂猜通 信心就很低 它就覺得它是anominy 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 給大家一個例子看看 就是 有一個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手寫 它是它叫anlist的 就是有很多 手寫的數字 然後是從0到9 好 那這個 例子的話 它就拿 裡面的1 當作圈員data 然後7 當作anominy這樣 因為1跟7長得1 算有一點點像 就是7比1 多了1根出來 然後它就 然後這邊就是 就只是處理data code 然後下面的話 它就是 拿1來做 就是拿1來做全0 然後再來看就是 把7拿來test的話 那 好 那大家可以看最後這個結果 就是 假設它拿1來做testing 拿1的data來做testing 然後看到就是 它高於某個信心的 對 就是信心高於某個追之後的比率 就是有0.98這樣 然後 如果它拿7來test的話 那信心低於 那個某個比例的話 是0. 低於那個追之後的比例是0.96 就是說那model 對於7都很沒有信心這樣 就是說可以 在這個例子之下 GNN就可以做到anominy detection 它可以分出就是 4.1還是7這樣 應該說4.1還是top range的東西 然後在這個例子下是7 然後接下來就是畫個圖 就是這個圖是logelike input的 這歪手是logelike input的 然後就可以看出就是那個藍色點就是1 然後紅色點是7 然後就可以看到就是 4.1的點的話 那個model大概就可以 基本上都可以很很很 有足夠高的信心這樣 就可以分布在上面 那如果是7的話 model可能亂猜通 所以信心就分布的很 很不平均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條線 就是把那條 把大概切開1和7 這條線就是我們剛剛的水手的 然後接下來是Autoencoder 那Autoencoder的話就是 我們拿這個例子當舉例 我們希望它可以把一個 Input encode的 可能是圖片或一句話或什麼的 那我們把它 encode之後 可以再把它壓到一個比較小的 一個空間上面 然後這個空間已經就可以足夠儲存這些圖片 然後接下來還要再從這個空間 再把它慢慢放大放到 然後再 decode出原本的圖片這樣 就是這個方法的精神 那通常來說 可能是想要中間這個vector 但在這個 在Anony Detection的 Test上的話 我們可能就 呃 就假設我們拿一堆什麼 水彩化之類的 然後來train go or to encoder 然後它就可以讓 所有的水彩化都可以很好的reconstruct回來 那如果假設我們今天隨便拿一個限時 限時中的圖片 然後就給它recontract 然後它可能就recontract不回來 那我們就可以相信它是一個 Namony這樣 好那下面也放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到目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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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的話大家可以從這邊開始看 就是 就是我們假設有一個很高位的case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用一個matrixw把它maf到一個比較低位的z 那要怎麼maf呢 就是我們拿一圍的例子來舉例 就是假設 好那我們先看最好 就是那 要maf的話 那我們要maf怎麼樣的z出來 就是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就是假設 我們把它投影在這個斜線的這個維度上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些點 在這個斜線 投影到這斜線上的差異度會很大 就有這麼廣這樣 那如果我們投影到這條 跟剛剛那些斜線垂直的維度這樣 那這些點的分布就會相對 相對剛剛那個方向還要窄很多 那這樣子可能就不足以分開這些點 所以那我們就希望這些 投影的維度能夠越分開這些點越好 那這是PC的精神這樣 那我們要投影的話 可以不只投一次 我們可以投很多次這樣 就是投影分 可以分開最好的那尾叫Z1 然後再投第二次投Z2這樣 然後就可以投很多次 好那下面一樣就是給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它是用信用卡交易的資料 就是它有幾筆就是跟別人很不一樣的 當作Navni 那我一樣就是用SKLM的PCA來做所看 好 然後先給大家看結果這樣 就是 就是 可以看出來就是 在 它才用PCA就是先做出的兩維 然後 可以看出來就是 然後Navni的話 它可能都分不太開 就可能就黏在同個地方這樣 就可能就是 對於 對於這整個Data很好 那兩個維度的話 對於這個 他們不認識的這些Data的話 那可能不是那麼好 那代表它跟那些大部分的Data不太一樣 可能可以用這種方法先 大概感受一下 好 然後這邊就是 會怎麼算那個Navni score的方式 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後最後它就 畫出來就是 它拿30維的PCA來分 Navni 跟拿比較少的 它就試到27就可以分開了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 剛剛這樣圖 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 在比較少維度的時候 現在2R 就是它可能就可以分開 把自己認識的Data分開了 但它因為跟原本Data不一樣 所以分不開 那它可以就一直這樣 就是 在某個數字之內的component的話 它就可以只分開自己認識的Data 而不分 但30可能已經太大 就大到已經可以 讓Navni都可以 都可以分開了 所以就不行這樣 所以它分出來不是 之前只有0.1 但可能到27為止 就是前27個剛好 Navni都還沒辦法分開 所以它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分辨率 大概是用這種方法 好 那到這邊有問題嗎 那如果是沒有的話就繼續 0.1 好 再下一個是 Isolation Forest 就是 它會用原項Tree的結構 來把Data慢慢分開這樣 然後可以看就是 左邊這個例子 就是假設ABCD的話 他們在一圍的 素線上就是分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右邊這個樣子 就是假設一開始ABCD 我們就要把一個最不一樣的先分出去 像是 跟大家最不一樣的 大家應該可以看出來是B 就B相對 ACD來說都是圓的這樣 所以就先把B分出去 然後接下來再看ACD 然後在ACD裡面比較遠的就是 D這樣 然後就把D再分出去 然後接下來再分AC這樣 AC就兩個 所以就直接把它分開 就Isolation Forest 大概它的procedure大概是這個樣子 一樣就是下面再給一個 我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 好 那它就用 兩個random 它就產生出兩組random的cluster這樣 然後接下來再 在隨機產生 隨機產生些anomony 那它的分布就可以長得像下圖這樣 就是有兩坨 就是正常的東西 跟紅色的anomony 然後就看 剛剛那個Isolation Forest 能不能就是 慢慢的分 分開 然後來找出 就是這些紅色才不正常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分開的code 那可以看出來就是 白色就是它認為是正常的東西這樣 白色和綠色 然後紅色就是剛剛 剛剛亂加的anomony 它們大概都可以認出來 這大概是Isolation Forest的運作方法 那就到這裡為止就可以 就來 稍微再講一下 剛剛講過的方法是什麼 WithClassifier 就是 你可能會用Classifier來 判斷說 某些東西是什麼 可以是這樣 然後它判斷的時候 會有 會過softness 之後會有一個分數 我們就把那個分數當信心 如果最高的那個信心 沒有超過某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 相信他是沒看過這個東西了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anomony 那GNN的話也是 就是 你可能會有一把勾選 然後就會有一堆 命跟 covariance matrix 然後你給定一個input的case 它就可以算 就是 那個case是從這一把勾選 sample出來的幾率 那一樣會有一個 就我們可以把那幾率就是 它高於某個時候 就當做它很有信心的 它看過 如果比較低的話 就是它沒看過 我覺得anomony 那autoencoder的話就是 你要train一個model 讓它可以recontract 回原本的樣子 那我們剛 剛例子是圖片 就是假設我們給定一個 就在training的時候 給特定某個東西的圖片 現在是水彩化 然後它都可以好好的recontract 假設我們今天給一個 不是水彩化的東西 像是可能日常生活中 隨便一個照片 那可能model brand的recontract 回來就很爛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相對 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anomony 那PCA的話就是 我們拿到一個data 我們會試著 把它train到比較小的尾度上 那train的基準就是 我們希望train到的每個尾度 都能夠最大的分開那些data 好 那我們可能投完之後 把我們train data投完之後 再拿了naman 你來投的話 就是對於train data 可以很好分開 那對anomony可能不太行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做 找到一個特定的維度 就是 那個ncomponent 就是要投幾個維度的數量 找一個特定的數量 就是 剛好可以分開正常的data 但anomony不行 這時候那些不行的 我們就可以當作正data問題 好 那ISO 就是 我們在給data之後 會用個像train的結構來 一直把一些data分開 分開這樣 然後最後就是 最早被分開的那幾個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就是anomony 好 再看一下 有問題嗎 好像沒有問題 那就繼續 大家就講一下 比較 新的 做在圖片上的方法 來 開始來複習一下gat 怎樣老師 老師上課後影片 記得來用一下 就是gat的話 老師上課後影片講了三種gat這樣 第一個可能就是 你可能給它一個random vector 它就很會產生成 一樣的那個音域 像是可能都是 動畫圖片這樣 那你可能train的generator就很會產生兩公寸 或者是你可能在給定那個vector的時候 你可以再給一個condition 就像是它要有一個紅頭髮的這樣 然後generator就可以產出 就是可以照你的condition產生出紅頭髮 然後它在train的時候是pair的 就是它會告訴你哪張圖片是 有什麼特徵的 然後在接下來的話會是onsupervised conditional game 它可能就給一堆普通的圖片 跟給一堆可能類似抽象畫之類的話 然後就讓這個game慢慢學 就是要把普通圖片轉成抽象風格 然後或者是不要找黃白輝爾用byget 就是它會用一個類似auto 有點像autoencoder的東西 就是假設你有個真的data的case 那它可能會過一個encoder之後 配合起來丟到discriminator裡面 或是你有一個generator產生出來的dataz 那它會可能會過這個encoder 然後拿到z 然後你就再拿z跟g of z跟z pair起來 就是這假的pair跟真的pair 一起丟進discriminator裡面 然後看它們分出來 就是這大概這是假的 這是bygame這樣 好 然後可以讓它 然後這張圖片讓大家體會一下 就是analy detection在圖片上 大概是什麼樣的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有些paper它就 這個意思是這是機場的x光機這樣 它就會拿來造型力 然後假設行裡面有一些 它看不懂的東西像是什麼 因為平常人心裡不會有導子和槍 然後它就看到這些 它沒看過的東西 它就可以分出來 那就可以檢查出有沒有危險的東西 好 那現在講第一個 剛剛講到第一個方法是anoget 其實它就只是 它就可以把game拿來用在 它就先train一個普通的game 然後之後就可以再用一些方法來做ponami detection 好 然後這裡的例子就是 就可能是某個 我不知道 可能是血管或什麼東西 然後就可以判斷 它有沒有看過這樣 沒看過可能就不健康生病了這樣 好 那它的架構就長這樣 就是它有一個已經train好的get 然後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 x這樣 x是真實的data 然後它就會丟到discriminator 然後也會有一個 就是它可能會需要一個已經train好的encoder 那它這裡就沒有講這樣 它可能就會得到一個z 然後它會希望這個z能夠通過它的generator 生成一個跟剛剛input的x很像的xplan 然後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然後它假設一次不行的話 它可能會再 就是假設xplan不夠像 它會再繼續慢慢調整這個z 那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假設這個game已經 看過這種x的 就假設剛剛都是水彩化 它就已經很會生產水彩化 所以它應該有辦法 在對自己的微調之後 慢慢調出就生成水彩化的東西這樣 那如果沒有辦法調出來的話 那就是它沒看過這個東西 不然調了一定的次數之後還是不行 就是它做anami detection的精神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loss 就是那些step是怎麼調Z的 就一開始的話可能就算re 應該reconstruction的loss 就是真的圖片跟拿它調到一半的z 然後過去generator之後他們的差別 或是它會有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 那個f是deterrator裡面的其中一層 它就會拿真實圖片去過那一層 和拿generator產生的那圖片去過那一層 就它希望就是 deterrator覺得 那個產生出來的圖片跟真的圖片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把它叫做ld 然後接下來這個調整自己的loss的原則就是 就是希望它跟原本圖片越像越好 跟deterrator覺得它越像真的越好這樣 就慢慢調 調大概嗎 跟step 看能不能調出來 然後它就說它是第一個拿gain來做nome detection的人這樣 然後它就說它可以 以前沒有人這樣硬隨便找個z 或是可能自己train encoder 把弄出一個神奇的z出來 然後再把那個z弄回 用train好的gain再試著把它map回去 然後這樣修改的過程是以前沒有人做過的 然後 它在說就是 剛剛這個 能夠讓deterrator覺得這個東西很像 就是這個產生的圖片跟zx很像 就拿那個修改的z去弄 弄出來看deterrator像不像 這個maving a scheme 就是它可以決定說那是不是一個 假設deterrator覺得很像 那可能就不是 就是它就說它用這種標準來衡量 它是不是nami的 是它第一個提出來的 那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每給它一個圖片看它是不是nami的話 它都要調大概嗎 個step來調那個z 這要花很久的時間 加上 然後 它在train game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 就是它沒有在管這個task了 它只是在 就是可能只是想要 generate一個圖片這樣 就是專心的train在它的train data 它完全沒有管nami detection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 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但它沒有考慮這些就不行 然後就是那個nami score 是從discriminator來的 很難就是大家也不知道 discriminator是造什麼依據來判斷 那圖片是不是train data的train domain 所以就很難解釋 好 所以 就 基於剛剛那個 要optimize 大概嗎個step這件事啊 就有人想說 那 因為要optimizez 那它為什麼不在train的時候 就加個encoder 然後直接可以弄出z來 那這樣不就沒事了嗎 它大概就是這種想法這樣 它就直接拿bygain進來train 然後就一樣就是它拿一個bygain train在就是正常的sample上 然後就train好一個gain 然後再來做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anodgain做的事情這樣 就是拿z位進去 然後看能不能產生出很像xpline 然後那個z的來法可能就是拿一個case 進eof一個case這樣 然後它的loss就是bygain的loss 就是看真的data 跟真的data產生的z 進discriminator 跟假data 跟假data產生出來z 進discriminator 就是算他們的loss這樣 然後它就說 然後它就說 在 在train的時候 那個encoder1 就是這個e就可以好好encode 做出z來 所以 那個大gamma的application 就可以不用做了 就是它相對上一個方法的 變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變快很多這樣 然後再看一下mory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接下來就是gernominy gernominy的話 它就有 跟剛剛的那個方法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就是它除了有一個就是encoder decoder 它又再 它又會再把這個圖片再 recontroller回來圖片再encoder一次 它這樣就可以算 它這樣就可以算 就再算就是 過第一次encoder的latan dimension 跟過第二次encoder的latan dimension 像不像 和controller回來像不像 還有就是discriminator的loss像不像 然後loss就有這三種 那它拿來算anominyscode的地方 就是這個latan dimension 跟這個latan dimension 就是這跟剛剛的 不一樣子 所以我就來這這樣 然後 它一樣 就是它在學的時候 就可以cherm好一個encoder 所以就不用再optimize 自己大鋼碼變 然後 它還train你的時候也就直接把那個 autoencoder接起來這樣 所以它就說這樣可能會train的更好 然後就聲稱就是 它拿這兩個z來比的話會 就是 比剛剛那些比法都還要有道理這樣 就可能可以encoder成很像的東西 那代表他們 他們應該 應該說 在recontrol回來之後 它又可以encoder成一樣的東西 那代表那個model可能就已經 就真的是看過這個圖片這樣 而且還可以得到一樣的資訊 就不像剛剛的discriminator 可能不知道怎麼分的 好 那一樣就是別人講他確定就是 他其實他只有講他自己比較好 但也沒有人跟他比較這樣 他其實也很難比誰比較好 就是別人的意見這樣 然後他就說 就有人說說不定啊 你可能有 然後 就是這個z 就是他沒有舉數率子啊 那個人就只是說 那說不定有可能z 這兩個z很像 但recontrol回來 很爛啊 或什麼樣吉他 或是反過來的情況發生啊 就你不能保證只看那個地方 就行了這樣 那 這方法有問題嗎 好 那就繼續 好 來稍微講一下 就是 這種 這些方法的 evaluation的matrix 就是 他會有兩個東西這樣 就是 true positive rate 就是 這就是在 在真的裡面啊 他可能會就是 哦 在再次true的東西裡面 假設他是 他真的是 我們把他當成true 那就是 在 真的是 裡面我們認為他 他真的是 或是 我們認為他不是這樣 就這些比例裡面 就是這個比例越高越好 然後反過來下面那個比例 就是越低越好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說 在這些線上方是比較好 所以就會 所以就會 然後呢 就可以 稍微比較一下 然後 然後這個 AUPRC 我們就可以想成剛剛那個 曲線反過來看這樣 所以就是 剛剛是越上面越好 下面就是越 越低越好 所以覺得他就開始比 他就比了剛剛 體驗那三個game的方法 然後來比 在anys的之下 誰比較好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是 額 他提出的根 然後你 比 剛剛的bygame跟 egpad 還要都好一點這樣 在anys的上面 然後在另外一個anys的dataset 也差不多就是他的方法比較好 然後可以 來 再複習一次那三個game的架構上的差別 到底是什麼 就是 第一個的話 他就是 勸好一個get 然後在 可能在隨機sample一個 用Gaution的雜訊 去弄出一個z 或是他自己 想辦法弄一個 或者弄出一個zi 然後再 再 再拿那個z 經過generator的產生 再recontrol回來 試著要recontrol出 跟 你已經不會開始很像的圖片 然後他會 照著剛剛講的loss 慢慢的更新這個z 然後假設他 在更新z的過程中 有辦法找出可以 recontrol出好圖片的z的話 那代表 那這個圖片應該就是 就是他認識的圖片這樣 如果不行 control回來的話 那那個東西就是gernamini 那第二話 EGBAD的話 就是他要克服這個optimizez 可能不知道z怎麼來的 那個問題 所以他就在chaining的時候 用白片的架構 所以多個encoder 可以把他圖片 就打到z圍上 好 好 那葛納曼尼的話 他就說他在chain的時候 他直接把 直接就是把encoder跟decode 然後接起來這樣 就可以chain 用autoencoder的方法 就可以chain這兩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這樣這樣子會讓chaining 他說會讓chaining比較穩定 然後再來他又再多一個encoder 就是確定就是ucontrol回來的圖片 可以再抽出 跟原本encoder 抽出很像的資訊 然後之後 他同樣一個discriminator這樣 來分他是真的還假的 好 那那 在在判ennaveni的時候 他是看這兩個z像不像 然後我們可以 從剛剛那張表 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 好像第三個 第三個方法 他看latan的相似度 好像會比前面兩個還要好 就是偵測naveni方面這樣 好下面就是 就是有些跟圖片 naveni detection的 一些相關的配合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 然後再看 大家有問題嗎 好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再繼續講 最後的找到一篇 在語音上做 naveni detection的 event paper 他的整體的架構跟剛剛的 最後一個game很像 就跟naveni 只是他多了一個東西 就是開過第一個encoder之後 然後他會再把這個z 接到一個estimination work network 上面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等一下會講 那剩下的loss的話 就跟剛剛很像 就是他會把兩個latan做比較這樣 然後或是 看有沒有recontrol回來 或是adversarial loss 那他這邊的顏色表很清楚這樣 我就可以先看一下大家記好他 他長什麼樣子 好 那就來繼續 就是來講一下他的 然後就大概再提一下他的loss 接下來是estimation loss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會拿那個z 按 拿那個z之後 再把他過mln 就是 過很多 過很多層layer之後 然後他就會拿到一個kDimension的vector 然後他會再把那個kDimension 就是 把他們做平均 然後還有找covarian matrix 然後這些 這兩個參數他就會把他當成就是 就是 Gauchy mission model的平均跟variance 然後接下來就照著 Gauchy mission model那個平均跟variance的式子這樣 就把他帶進去算logalike一回的 然後就可以算出來就是 那個 這個network的mixure gauchy model 對於他屬於某個class的信心這樣 這樣 然後可以得到loss 就是他相對剛剛葛納密尼他就多了這個東西 那可以來講一下就是 圖片上anami可能就是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圖片嗎 那大家會不會想像就是聲音上anami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他們的方法就是 他會有一個正常的聲音就是他可能在辦公室裡面的聲音 然後他突然就 玻璃碎掉 東西破掉 或是以為亂叫之類的 他會把這種東西放在一段正常的audio裡面 就是他們製造audio的nami的方法 那接下來就是他跟一些有沒有方法比較這樣 然後可以看出來就是這個方法有比就是這個cae 就是一種autoencoder這樣 然後都比他們兩個都還要好上很多 所以就他可能就相信說他提出的那個方法 特別是他的Gaution那個assimation loss是有用的這樣 那對這個有問題嗎 那都沒有問題嗎 那我就在summary下今天我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那今天的話就是一開始要講什麼時候拿mami detection 那我就拿那些圖片當例子這樣 然後就講他可能可以用在就是保存系統啊 或是看有沒有人有信用卡的異常資料啊 或是什麼樣的就是要 或是機場上有沒有人行李帶一些危險物品之類的分類上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講一些老師上課講過的方法 就classifier GM跟autoencoder 那classifier的話就是我們可能會在判input的時候我們我們是把它分成都類別的 像是老師用辛普生家族來分就是他們是誰這樣 然後假設你給了一個他沒看過的量功存率的話 他可能就對於這個分類是沒有什麼信心了 那我們就可以說這些沒有信心的data的話 那就對於這個classifier來說是有哪裡 那既然的話也是就是我們會給他一些min和covariance matrix 我們會讓他來一樣會分就是這個東西的對於每個class的信心 如果這個信心也低於某個性之後的話 那我們也相信就是這個東西對於GNN是Anony 那autoencoder的話 是就是我們會試著要 假設我們是圈在圖片上 我們可能就要 希望這個model可以重建回給定的圖片 那如果我們給定他沒看過的圖片的話 那他可能就沒辦法contract的很好 那我們就相信給這圖片對他來說是Anony 然後PCA的話就是我們會把一個很高尾的dataXR 會把它投影到比較低尾的一個Z上面 那要投影到哪些Z我們決定的方法是 我們希望投影之後在那個維度上我們可以把XS分得越開越好 那如果是照正常的data可以分越開越好的話 那Anony可能就跟他們的特性不太一樣 所以就分不開 所以我們剛好可以找到一個就是 要分的那個維度雖然的領界點 就是只能分開正常data 不會分Anony 那我們就可以用那個領界點的那些 那個Z來分析說那個東西到底是不是Anony 那現在是isolationForest 就是我們會在拿到data之後 我們會開始用個tree的結構慢慢分 就是把現在最 跟大家最不像的慢慢提掉提掉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 就可能分界點就是 比較早提掉那些就 相對剩下的就會只Anony 好然後接下來是講Gan Gan我想用這個圖片這樣回到 反正就是AnonyGan就是有點像 哪一個用好哪一個已經圈好的Gan這樣 然後在哪一個可能是高選的雜訊的Z這樣 然後再硬調一發這個Z 看能不能調出來 這個recontrol回來的AKS跟真的AKS很像 那如果可以調就是正常 那如果不行就Anony 那一句根就是用一個byGan這樣 train一個encoder可以快速的弄出Z 那葛納文尼也是在train的時候 直接接Autoencoder 然後還算Anony的時候不是用Discriminator 而是用這個latent來算 然後就是綜合Autoencoder的宣傳法 跟用latent比較的話 好像可以讓它的NaviDetection的效果 一千兩個好 那最後的GanGan的話 就只是它加上一個Gaution的 estimationNetwork這樣 那還有一些就是其他領域像是什麼 它也會用在自走車上面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可能車子在自走車在訓練的時候 它可能會 就是它路上看到一些景象 然後假的 可是在路上的情況很多 假設會有什麼 它路上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假設 突然以為突然塑膠袋回去 或什麼 有人跑過去啊 或者是什麼 動物跑過去 它就要知道 那個是它沒看過的東西 那它就要小心這樣 所以就是 這個Task在自走車也是有 沒有研究 只是 那些 這些paper就相對比較 枯燥這樣 而且 比較難 我就先沒有放上來 就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 那 今天可能就 差不多到這樣 有人對剛剛的東西有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建議或意見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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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就是事後有問題的話也歡迎可以問我 那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 那我就 好 那我就到這邊囉 對了 這個 那 有什麼 那 有什麼 來 你 谢谢大家